斯巴达三百勇士又对我们的村民发起了进攻 首先出场的是村民头毛手 我们看到一位勇士的盾牌直接被击飞 头毛手的第二次攻击又来了 连接实施的扎在了勇士的身上 左路纵队溃不成军 老家伙左路纵队直接被穿成了羊肉串 凭凡的攻击让三百勇士无法前进 看来想打败我们的村民是不可能了 这样的攻击勇士们的盾牌是无法顶住的 果然头毛手获胜 第二个出场的还是我们邪恶的乌鸦人 回赛刚开始乌鸦人就放出了无数的乌鸦 让我们三百勇士艰难的前行 就目前的战况来看乌鸦人占据上方 勇士们的失败只是十年问题 所以成群绝对乌鸦攻击 勇士们根本无法取杀 果然死发很凄惨 下一个上场的是我们的村长宙斯 果然村长一挥手就像割球 黑一样发球一发散变 三百勇士几乎是瞬间秒杀 下一个上场的是我们村里的唯一一大学生二弹 二弹掏出了犀利的左轮手枪 就是一顿机关枪 做了手枪不是单法吗 你这个像地下开枪还能打死人是什么鬼 二弹就像开的外挂一样 不停的扫射三百勇士 其实枪口对地无法近身 好家伙刚扛完二弹就被击飞 暴怒起来的二弹不停的扫射 飞机败坏的他居然射向了自己的屌面 不过没关系二弹 还记得被太空人干掉的弓箭手吗 各自的弓箭手就像吃了大力波菜一样 每零点二秒就能发射一百支弓箭 那三百勇士根本无法获得胜利 无论你有任何要求 弓箭手都会用一百支剑来回应你 最后一只勇士也被一百支剑扎成了刺猬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我们村里的拥鱼 但在对付太空人的时候非常的脆弱 不过这次的拥鱼卯足的也毫不留情 直接用百倍攻击怼在了勇士的脸上 可以看到勇士们死得有多惨烈 勇士们失败一场定属 下一个上场的就是被村里称为程咬基的程老六 果然名不虚传 百倍的板斧直接冲下了三百勇士 勇士们就像遇到了强大的海啸一样 直接被淹没在海水里 还没等勇士们清醒过来 第二拨攻击已经发起 骨子已经翻滚的冲下了上鱼的勇士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猜哪一拨攻击三百勇士死得最惨 当然我们还要参测一下 骷髅剑手是否能战胜三百勇士 答案下期揭晓